Hello 大家好 又到我桑普和大家主持桑普論證的時間 晚上希望大家一切都平安 我們今天繼續講關於上一次還沒講完的話題 關於這個 我也在之前上個星期都講到所謂的4加4 我今天給他一個名詞 就是雙四人幫 就是習近平他下面有4加4的人 是所謂的比較實力派 我所講的實力派的意思是什麼意思 不是說他們有軍權 他們可以依血到習近平 我不是這個意思 因為習近平都是軍權獨立 也沒有說這些人是分成反習及親習的 不是這個意思 他們全部是習近平的馬仔 但我就說 假設 一個假設問題 今天習近平呱老陳 是不是很想 如果今天習近平呱老陳 那跟著呢 哪個會爭到這一張龍椅呢 或者哪些人會去爭這些龍椅呢 花落誰家呢 極有可能呢 是這4加4的情況 上集沒有聽過的 今集重複一次 文、母 分開文的四人幫和母的四人幫 文的四人幫 即是他們不掌軍權 掌握人士、掌握財政、掌握宣傳機器 不幹子 前代子的 就是呢 即是不幹子和前代子 我叫文啊 蔡奇 何立峰 蔡奇是誰啊 哇 蔡奇厲害了 他呢 現在除了是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 大內總管、中版主任 即是說呢 所有出訪行程都跟他有關 習近平啊 把屎把尿 中共二號人物 習中央還有蔡中央 習核心還有蔡核心 另外還有中央和國家機器 中央和國家機關工委書記 第四個銜頭呢 就是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主任 簡稱中國網信委主任 那上次也講過了 最近呢 4月3號 加多第五個投行給他 這個除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外 再申請多一職 就叫做中央黨的建設工作領導小組組長 那麼這個黨建工作領導小組 負責對全黨 全國去做洗腦教育的 即是基本上是一種文宣工作 你看李書呂 他是坐鎮這個中宣部部長 其實最後都要看你蔡奇頭 蔡奇主管管的網信委 基本上整個網絡的作戰 如何去控制輿論 黨的建設 如何控制官員的洗腦 全部都在手包辦 很多人說 哇 今天很大權 錯了 他不是分權 只是代理 他是agent 他不是被delegate 有一個 empower 去做一些事情 不是 他只是一個agent 是誰agent 是豬頭的agent 不用想 這一點呢 正正就是他的分別 你會看得到 在這個 習近平的要求之下 蔡奇講盡 入腦入心入魂的東西 李鴻忠說 忠誠不絕對 絕對不忠誠 他就說 不能做兩面人 清清白白做人 這是習近平講的呼應 他要做 唯一徹底無條件 不參雜則 沒有水分的忠誠 這個就是蔡奇 當他做 北京市委書記的時候 清除低端人口 記不記得 就是他做的 要刺刀見行 哇 一定要手起刀落 所以他完全毫無悲悲悶心 蔡奇這個人 是很重要的職位 因為他是不桿子的重要地方 雖然共產黨 沒有一個正式的內務部 或者內委會的承諾 但事實上就由蔡奇去掌握這個機構 OK 這個有沒有軍權呢 沒有 有沒有兵符呢 沒有 這個就是分別了 他有的是什麼呢 北桿子的重責大任 和主理習近平的大內總管 所有出訪的行程 全部都是他的幫手 OK 他的馬仔網信版的主任 這個蔡榮文 當然蔡榮文 也是福建幫 和他一樣 這個是蔡奇 福建幫助其他人 譬如 廣東省委書記王坤寧 公安部長王小龍 我們講到 法改委的主任鄭集杰 是何立峰的靚 退役軍人事務部的裴金街 東部戰區司令林向陽 統戰部副部長林裔 山西省委書記林武 全部福建幫 江西省長葉建春 江蘇省長許坤林 澳門中聯辦主任 鄭新聰 中國科學院院長候建國 中組部副組長黃建發 這全部都是我們俗稱的福建博 再不要說 國台版的一主任宋濤 73年早知青在福建 1978至2001年都是福建任職 國台版的副主任就是潘延長福建全州人 福建師大的畢業 同校校友有蔡奇 有黃坤明 有宋濤 另外他都是廈門的經濟系的 廈門大學的經濟系 不是福建優 是廈門優 Sharmon優 這個是廈門大學經濟系畢業的 他的這個校友就是何立峰 你看到這些全部都是卦人 而蔡奇居首 是文人四人幫之首 好 第二個就是何立峰 我們講過了 上一集我們不再補充了 國務院的副總理 他可以助陣中共中央的財經委員會的 Number One 和這個金融委員會的主任 而且同時是管金融工委 就是所有人員調動的一個Number One 那麼他基本上這些職位 以前都應該是李強去負責的 李強去哪呢 我再說 我先講完文武四人幫 第一 蔡奇 第二個 文四人幫就是何立峰 就是國務院副總理 雖然居於李強之下 實際上的權力比李強大 第三個 這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 也就是國務院總理丁薛祥去取代李強 那你就這樣傳一下 英國經濟學人這樣傳一下 是爹非爹 就不知道 但是呢 丁薛祥和蔡奇和何立峰有什麼不同呢 蔡奇和何立峰都是福建波 丁薛祥就是新上海波 不是江澤民曾慶紅哥上海波 而是當習近平成為了上海市委書記 當年他用的一批人 就是丁薛祥 OK 第四是誰呢 上次我都重點說過了 彭麗媛 夫人政治 這個極似當年江青之於毛澤東的角色 就等於現在彭麗媛之於習近平 所以彭麗媛現在掩掩上升 以為可能民聯主席、虎聯主席、全國人大的副委員長 甚至是這個政協的副主席都有他做 反正越坐越高 他的地位可以慢慢上升 宋芝這叫做文壇四人幫 蔡奇、何立峰、丁薛祥、彭麗媛 那麼很多人說 彭麗媛一來 那就是習近平的耳目 那大家都要服藏他的 就是當年好像江青一樣 好像毛澤東的耳目 大家服從江青的 你猜 是不是 就是大家找了一個夫人出來 很多人拆你的鞋 因為聖上就是習近平拆豬頭 所以大家拆豬頭數鞋 那大家明白 但是也有人反你 如果要反習近平的話 我就不指著習近平來反 用這個彭麗媛做磨心就可以了 我是指反夫人不反皇帝 指反皇后不反皇帝 可以嗎 表忠 低級和高級柏里怎麼說都可以 大幫人有這樣做 看看文革的時候 一大堆 軍佬 以前林彪 陳毅 之後 葉劍英 徐向前 李仙廉 葉聶榮 對著江青四人幫來鬧 那毛澤東會不會整治這幫人 不會 因為這幫人實力派 有軍權 所以就說很多東西 是很難說的 所以文壇裡面有四人幫 武將方面也都有四人幫 第一個就是 當然是軍委的副主席何偉東 福建幫以前帶著福建的三十一軍 No.1 所以他是當時在福建的時候 習近平在福建的時候 和何偉東過重審問 第二號人物就是張又俠 張又俠是比較特別的 上一集我都講到了 張又俠不是福建幫 不是習近平的馬仔 他在江湖年代已經染染上升 而且他能夠成為習近平繼續擁有的人 是有原因的 因為他的父親張忠信是習近平的父親 習仲勳的陝西同鄉 同屬西北野戰軍 是高崗劉志丹習仲勳的 這個西北方陝北方的重要的人 所以他一直用到現在 這個就叫做張又俠 那張又俠這個老鳥 這個所謂的舊電池 和何偉東這個新進來的人 當然不會有不對 是不是 我們都講過了 就是不再重複以前的內容 就是何偉東就說虛假信息那些東西 之後就整個報道沒有了這件事 那何偉東和張又俠之間當然有矛盾 第三個人呢 就是黃小雄 大家知道了 公安部長 今天是福建幫 也是敏江新軍 就是習近平的福建的舊部 黃小雄呢 就是三合黃的黃 黃小雄 紅水的紅 黃金部的紅 黃小雄呢 是公安部部長 掌管刀把子 沒錯 那這個刀把子 掌管公安部 武警不屬於他管的 武警直屬解放軍 就是習近平何偉東張又俠 這幫人管 那黃小雄都是在 這個 是不是在軍委裡面呢 不是 但是他掌管的 都把子 全國的公安系統 接下來 第四個是妙華 妙華 是重要的 妙華呢 雖然有傳說他權力不穩 因為他呢 台南的董軍 國防部長 現在呢 很多的國務委員 什麼 軍委都沒有入到 但是呢 你不可以因為這樣 而說妙華已經被人拋棄了 不是這樣 妙華 一越不出聲的人呢 越有重要的來歷 他也是福建幫的重要成員 亦都是當年跟何偉東一齊三十一軍服役的 亦都是當年 習近平在福建的時候 互相認識的 世交來的 因為數下來 八個人裡面 文四個 武四個 大家數一數 福建幫佔幾個 五個 就是文的 蔡奇 何立峰 武的何偉東 黃小雄和苗華 其他那些呢 丁市場 新上海幫 彭麗媛是 習自己的老婆 將來是舊電池 這幾個人 沒有一個折江幫 如果大家有看我的節目 你就知道沒有一個折江幫 折江幫現在去到什麼情況呢 慘了 最近有前司法部長唐一鈞接受調查 唐一鈞是第三個司法部長 面租第三個司法部長 接受違法的 違紀違法的司法調查 這個司法當然是中國特色的司法 那這個前司法部長 不是現任司法部長 他是現在江西省的政協主席 被投行致省之後呢 開始抄他家底 之後調查他 他之前有兩個司法部長 一個叫吳愛英 一個叫傅政華 那他這個 唐一鈞是2020年接替傅政華 去做司法部長的 三個人 連續三個司法部長 吳愛英、傅政華和唐一鈞 全部都是被調查 司法部長被調查 是不是很可笑呢 就是你要搞到 台灣的司法部長 連續三屆全部都是呢 要接受法律調查的 簡直不知所謂 在民主自由國家 這個政府 這個政黨早已經下台了 但在中國是不會的 共產黨說了就算 說了他的說話就算數了 不會 有兩個意思 說了就算 他說的就是那件事 說了就算了那件事 就不會做那件事 兩件都可以 那現在這個唐一鈞就是落馬 調查的原因 今天涉嫌他 就是這個 當然是講一些貪污腐化的東西 接連落馬 就是非常危險 那麼唐一鈞呢 他曾經在浙江長期任職 曾任寧邦市委書記 那當時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即是他是浙江新軍 即是說是浙江幫 他和這個習近平過重甚麽 後來做了遼寧省長的 但是他兩件事呢 是很多人眼中釘 第一 他在寧波的時候 縱容家人干預工程 他的太太更加驚傷 稀硬很多人 愁口多 很多人佈寸 那麼佈寸的話 就出事 那麼當然啦 貪污腐化是常數 不可能不貪污腐化 OK 既然貪污腐化的話 被人佈寸的 這個希馬克材料 一直已經可以手上 但是最重要的 不是寧波的事 在遼寧的事 他做過遼寧省長 那麼當時呢 他竟然呢 是允許恆大的許家印 或者許家印的恆大呢 奪取 聖經銀行的控股權 瀋陽直的聖經 就是這個滿清時代的聖經 那麼這個所謂的聖經 的銀行呢 就是瀋陽的總銀行 是遼寧的總銀行 你允許許家印哦 是不是 那麼 當然是荒謬啦 許家印在九年九月已經被捕 那麼你之前 原來你幫過他奪取 聖經銀行的控股權 然後由遼寧省政府 國家機構地方政府 輸血千億給恆大 基本上搞到恆大這樣的情況 都是跟這個唐一軍有關的 一切最壞的唐一軍 是不是這樣呢 不是哦 因為為什麼 因為最壞的雜頭 親自指揮 親自決策 親自督定選定的 為什麼 選擇唐一軍成為司法部部長 不是其他人選 只是習豬頭選的 是考察領導小租的組長 他是不是要親自負責呢 是不是領導負責制呢 共產黨他也不用負責的 他選了這個唐一軍 而剛剛講的這些寧波 遼寧日四 早已經2020年之前 唐一軍成為司法部長以前已經發生 這些已經是職案來的 不是新案來的 你看不到 先期 你習近平這麼豬頭 主動鬥 現在才搞這些事情 肯定涉及到對於浙江幫的權力整鬥 以反腐為名 這些全部的藉口 來整鬥 鬥爭 唐一軍 這件事 是福建幫的相當大 這個浙江幫 相當大的衰敗 再不要講浙江幫的頭目 就是李強 上海市委書記 當時封城的時候 搞到天路人怨 大家知道光幕的故事 後來做了國務院總理 取代李克強 然後他就不開中外記者會 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的總理座談會 都取消給習主投開 其他人都講過很多蛛絲馬跡 看到李強已經不再做這個決策 完全聽命於黨中央 奉迎習近平 改造國務院成為黨的執行機關 然後去年9月他的妻子和女兒 被爆出詳細的訊息 包括和貪腐政商關係 在網路上曝光 而是有很多人對他作出權鬥 那麼兩個重要的浙江幫的人 下台還不止 浙江幫還有陳敏爾 很低調 OK 柳陽生和河南省委書記 當時河南兩年前的水災 天路人怨已經不可能再晉升 就是一般的情況 不過很難說 柳陽生就是這樣 另外鄭州市委書記徐立毅 也因為前年7月的鄭州水災 搞到天路人怨 杭州市委書記周光勇 稱為滋江新星 很重要的人物 就是因為他和馬雲踏上 已經在2021年落馬 西安市委書記王永康 全部都是浙江幫雅 以滋江新高南 因為秦嶺維建安 於是就被人家釘上 調任黑龍江省的人大副主任 一個閒職來的 所以大家看到 在這樣的情況下 非常奇怪 奇怪到很難去理解 究竟之後有什麼新的搞作 唯一 唯一 唯三 還佔了三個 還當權的浙江幫 分別就是國安部長 陳一新 中央軍委辦公廳的主任 中兆軍 港澳辦主任 夏寶龍 其實大家很熟悉這個名字 那 夏寶龍那個 是廢位 作威作福 胡假虎威位 國安部長 這個陳一新 貌似他掌握國安部 好像很威 實質 這些問題 都有個 中央黨的組織去處理的問題 你們政府的部門 你是不會如月到中國共產黨的 黨有自己的 國安委的 OK 甚至蔡奇掌管這些所謂的 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 中版主任 中央和國家機關公委書記 中央網信委 和這個中央黨建 工作領導小組這些東西 權力都大過這個國安部長 那個部長其實權力不大 他是執行者 OK 他不是決策者 因為他是政府的人 不是黨的人 甚至無念 一些實權的力量都沒有 另外就是說 這個 另外剩下一個軍委辦公廳 可能都有小事 但他只是做南書房行走 一個秘書都不如 他是辦公廳的人 不是決策者 所以中兆軍就說 一個尿備一格的人 為什麼 是差了三萬人 其他沒有 所以看到整個我的大整理就是 這些都是公開的資料 我不是爆什麼政黨秘密 但你用心點看 裡面的人物關係 我們看到 浙江幫 收皮 是基本上完全被殲滅的 福建幫 是 嘩 掩掩上升 這一點 如果大家有看我的節目 我一年前做這個節目 當時二十大之前 我們前瞻 究竟有什麼人物 我在外面做華語節目 和明居正那些人說 也在這個地方說 我說福建幫會抬頭 OK 最終是福建幫和浙江幫的鬥爭 現在正正就是這樣的情況 福建幫完全上位 浙江幫一個一個被崩落 唐一軍 李強一個一個收皮 剩下陳一生 宋少軍和夏寶龍 富裕頑抗 大概是這樣的局面 那問題來了 重點在這裡 如果我們面對這個情況 那怎麼辦呢 那怎麼辦呢 這個意思就是說 未來會有什麼變化呢 那我可以講一點給大家聽我的看法 我就用這個 毛澤東時期的四人幫 和這個習近平時代的雙四人幫 做一個比較 OK 其實習近平時代 我們經常講四人幫 其實當時都有雙四人幫的 什麼叫雙四人幫呢 就是當時候呢 有一幫人管不幹子的 因為當時沒有錢 沒有錢 管不幹子 管文宣的 中共中央文革小組 就是四人幫 江青 黃鴻文 姚文元 張春橋 OK 這個就是一幫人 這幫人呢 相對是有解傾 當然他們會互相勾心鬥角 但是他們致成一幫的 就是說其他人見到他呢 風打不進去的 預配不進去的 他們一幫人 他們只會互相勾心鬥角 人性來的嘛 但是呢 他們一幫人 好了 另一幫人 是軍佬來的 以前是林彪 林彪死呢 其實當然啦 是毛澤東的一個非常大的意外 這個意外 他敢發難發 他都很害怕 差點被人殺 所以1971年之後呢 毛澤東身體不好 林彪死了之後 他覺得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不是林彪死 想殺我本身 他不是記這件事 而是林彪死了之後呢 沒有人可以制行到四人幫 因為當時毛澤東在玩一個叫做搖搖板 壓壓板呢 是有個中心 就是毛澤東在中心裡 那麼這裡搖 明白嗎 四個人在這邊 四個人在另一邊 那麼 四個人就是四人幫 另外四個人是軍佬來的 這四個人呢 其實不是真的四個人的意思 之前呢 有這個 林彪 後來有陳毅的老將 一個一個死了 那麼毛澤東也是憂心的 就是說呢 沒有一個這樣圈頂的勢力呢 可以肯定和四人幫說反話 因為你要知道 兩個互相鬥 文、武之間鬥 這個做皇帝才安全 是否面見群臣 皇帝見到你們 各個都是容容黑黑的 皇帝害怕的 大哥 對不對 那麼這幫群臣在 林彪和陳毅死了之後 還剩下哪些人呢 葉劍英 徐向前 李先念 聶榮 聶榮 李先念 其實不要忘記八九六四 不是只有鄧李陽集團的 不是只有鄧小平 李鵬 這個楊上坤集團的 是還有李先念後面支持的 沒有他支持 當時是No.3的 陳毅支持 李先念要支持才行的 OK 他們兩個都支持 那麼陳毅究竟 怎樣都不是軍佬啦 不是選啦 但是起碼這一幫 葉劍英 徐向前 李先念 這些重要人物 聶榮 這些重要人物 那麼很多人說 周恩來和鄧小平呢 這個就是好玩的地方 毛澤東最終的情況 他文革之後 與天鬥與地鬥奇朗無窮 最終他搞出了一個恐怖平衡出來 就是 毛澤東自己覺得身體慢慢差 一邊四人幫 一邊軍佬 剛剛講的四個軍頭 葉劍英徐向前 李先念 念榮春 他的旁邊有兩個人 一個叫周恩來 一個叫鄧小平 那這兩個人呢 其實呢 其實呢 就有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周恩來呢 是兩邊都談到 兩邊都談到 但是他又很忠心於毛澤東的 那毛澤東就想找他來做一個 軟骨 就好像兩邊有一個軟骨 在一個地方做一個 這樣的槓桿 而這個周恩來呢 做得非常巧妙 鄧小平呢 鄧小平呢 其實呢 就是 一個扶不起的阿斗 第一 他已經被人鬥倒 當時劉鄧集團嘛 但是毛澤東說劉和鄧不一樣 所以對鄧呢 是留在那裡 不留忠不發的 那想用他 來某程度上呢 去制衡一下周恩來 OK 但當然制衡不了 周恩來一死 那時候批林批孔呢 就是批周恩來 批周公 那麼最後 那麼最後 鄧小平 照批的 是不是 那麼最後 周恩來一死 那麼 大家民眾呢 就是打倒這個四人幫 那麼 那麼當時呢 反擊又傾翻暗風 就一定要 就是 也都在那個時候呢 不是打過事 那時候 很多民眾覺得呢 很多問題 四人幫是鎮壓 四五運動嘛 1976年 毛澤東還沒死以前 那個四五的抗爭嘛 那個屬於抗爭 就是四五的造反啦 天安門的一些抗爭啦 那麼 最後就是 將鄧小平反擊 又傾翻暗風 踩翻在地 打翻在地 那麼 那麼當然啦 就是 鄧小平被投行自殺 他三起三落的 那麼 但是這些事情 全部都是用一些廢位 給他做一下 不是想他做儲君的 當時真是 毛澤東陰點的人 叫華國鋒 希望華國鋒 捧回他這個搖搖板的位 能夠做中間的位 誰知道華國鋒 在毛澤東死後 就搞華人堂政變 搞到 拉攏著這一幫軍奴 尤其是葉劍英 抹著華國鋒 拉光清 黃雄文 姚文 姚文元 張春橋這個四人幫 接著受審 這個後面的事 大家知道 一這樣搞法 整個平衡呢 塞了一些 結果就是說 葉劍英奪權 那麼葉劍英 就是他覺得 有很多的問題 他沒有辦法自己衝出來 取得這個權力 他捧回這個鄧小平出來 那麼鄧小平出來之後 他積極奪權 OK 就剷除四人幫之後 平衡所有軍佬的勢力 重新成為一個新的領袖 所以鄧小平在某程度上 挺符合 也挺有權謀 OK 那為什麼這麼有權謀呢 是因為當時 承住一個重要的地方 就是說 要清理文革 要結束文革的問題 而當時結束文革 唯有是用回文革前 曾經幫過毛澤東做事的人 就是這個鄧小平 而這個人是幫毛澤東做很多壞事的 OK 五七年的反右的 全部都是他打釋的 好了 鄧小平上位之後 當然啦 就會繼續這樣做他的所謂的 什麼四個現代化 什麼改革開放後面的事情 但我要講講什麼呢 毛澤東是有兩個板塊的人 他做過平衡 我問你 時至今日 習近平是不是面對這個局面呢 不是 他有文的四人幫 有武的四人幫 但有幾個不同 一 但是呢 這個幫本身呢 那個互相成為幫的這一點的 這種聯繫呢 密度不高的 沒有人說呢 蔡奇 何立峰 丁薛祥 彭麗媛之外呢 不侵其他人進來 他們四個人之間是鬆散的 而當時的四人幫是比較堅實的 OK 即是他們自己並不是自成一國一幫一黨的地位 no 他們只是呢 很虛乎地存在著 但 不知道他們想想什麼 你明白嗎 那個關係就是這裡了 鬆散地動緊 但不知道他們想什麼 沒有的四人幫 也都某程度上是這樣的 何立 何惠東和張友和不合雅的 黃小洪廟說 何惠東不可以過重甚密的 幫幫派派框框條條 團團火火 可能被習近平盯上的 所以他們呢 即是說文契 現在的情況是一樣 第二個情況是什麼呢 文武之間的對立不大 以前那個文武之間的對立在文革後期相當大 即是基本上是 四人幫和這一幫 元帥是完全不合雅的 OK 毛澤東是做他們之間的磨心 而落於做這個 這個搖搖板的中間的中樓底柱 他死的時候 才是把這個中樓底柱 交給華國鋒 華國鋒做幾個月 就不做了 就把他拘捕了 好了 現在是怎樣呢 這兩幫人是有辦法商量的 我再說一次 福建幫是橫跨 蔡奇、何立峰、文逆 和沒有的 何惠東和黃小洪和苗華 換言之 他們彼此之間 某種程度上有計量 但當然 現在中南海 密不透風 所有的通訊 基本上都被人拘捕了 但 誰拘捕你呢 誰先拘捕你呢 又不是 有涉及到什麼 拘捕你的人是誰 是不是 我只是說 黨建和網信委 交了蔡奇手上 你覺得他沒有權力在裡面 控制到某些東西嗎 當 何惠東、黃小洪這些地方 軍和警 都可以控制到的時候 這些全部都是刀把子、槍幹子 我說沒有的就是槍幹子、刀把子 問的就是筆幹子、錢袋子 你的刀把子和槍幹子 可以好好的去控制的話 基本上就已經 可以獨當一滅 而習近平害怕的地方是什麼呢 蔡奇這個大頭 拉上何立峰、何惠東、黃小洪、苗華 就已經開賭為麻將有餘了 以前 江青是拉攏不到葉劍英 除了向前來先 是沒有可能 你今天派的彭麗媛出來 其實是在監督著蔡奇 還沒有 彭麗媛成為民的四人幫之末 是在監督著蔡奇 而江青是否等於你出來 那幫另一幫福建幫 就會看你頭 口密福建 楊奉陰違 彭麗媛的出來 不會改變整個局面 他只是一個儲君 是一個監督的棋 這個局面 其實比毛澤東還危險 因為毛澤東 起碼兩個板塊之間 某種程度會有一個平衡 誰都不服誰 最多要找毛主席事 而毛主席有個人的威信 有所謂的領袖光環 主席大家都擁戴 你不可以反對毛主席 但現在呢 有一個大問題 習近平的個人威信低 那這幫人呢 現在才不出聲 但如果他們有默契 或者暗通喚曲 會有什麼事發生呢 而這幫人是鬆散的 可以文武互通的 這個才是習近平最害怕的東西 所以我就說 如果習近平一死 他那次班人是誰呢 一定不會是國務院總理李強 OK 在這幫人裡面選擇其中一個 而福建幫能夠奪權的機會極大 那如果公推蔡奇 那很得了 誰搞到今天這個局面的 喂 如果習朱頭又老一些 搞這個福建幫和浙江幫的平衡 就不會搞到今天這個局面 而今天這個局面顯示到什麼呢 習近平 看你幾時吃屎 看你幾時落地獄 看你幾時死 或者說 是不是被這幫人弄死 但是你死了之後 或者你死了之後 被這幫人搞到中共天翻地覆 那你說香港會不會有運行啊 我說 Who knows 但是我只是說 那這幫人 只會是更廢 更難 更壞 更壞 沒有一個人是有 大張之鋒的 沒有一個人是有國際格局的 所以你依賴權鬥 是不會權鬥出什麼結果的 推翻了習近平 你不是找誰 我給你選擇 八個人給你選擇一個 蔡奇 何立峰 丁薛祥 彭麗媛 何偉東 張又俠 黃小紅 妙華 你說誰做的 會 廢除國安法 會不會廢除23條 浪費氣了 共產黨不倒 香港不會好 OK 這個是顯然的事實 現在看到蔡奇 何立峰 何偉東 黃小紅 妙華 這五個人 實力派 習近平怕不怕 一天怕政變 紅二代 太子黨 已經討厭習近平 討厭得很厲害 比你鬥到周博令徐 江曾那些 胡溫那些 也討厭你討厭得很厲害 只是心裡不說 這幾個人是習近平幫人 如果是造反的話 分分鐘一呼百應 再加上現在中國很多的民眾 都對習近平相當 就是癡之以鼻 就是這一幫民眾對習近平癡之以鼻 導致到這些人 如果就是 揭竿而起的話 可能得到一些支持 不過要找一個明目 要找一個時機 所以我就說 未來就很可怕 什麼都會發生的 我看很多蛛絲馬跡 習近平用他遇用記者霍小光 做新華社的副社長 那你找到一個人在那裡佈裝 全部都是蔡奇看的 新華社歸蔡奇館的 OK 很多的東西 慢慢慢慢爆一些東西出來 爆一些東西 是不是福建幫爆出來 比如說外交部的發言人 汪文斌 被爆出一隻標 347萬人民幣 哇 這個 厲害 瑞士生產的名標 一個月薪 只有13000人民幣的汪文斌 竟然可以買到一隻347萬人民幣的名標 他拿他的月薪 不吃不喝 存款22年 才可以買到一隻標 汪文斌 這個厲害 但問題是誰爆你出來呢 那不是我桑普 那誰爆這些東西出來呢 肯定裡面有人放風 想拿你的位置來做 是不是 唐山市副市長李建宗 落馬被查 曾經2021年成為全國優秀原委司書記 但因為 前年 唐山燒烤店打人事件 他是保護山 是不是因為這樣呢 還是有其他的原因 要弄走你呢 那麼超穩定的結構之下 一人獨裁之下 應該會穩定的 為什麼要這樣呢 不鬥不行的 一定要有些鬥爭 才會使出一些東西有改變 是不是 例如剛剛講 查唐一軍 都是現任司法部長賀榮 一個女司法部長 習近平親信 幫助習近平查辦巡嶺違規 別墅案 查辦趙樂際一九部 手起刀落 做過最高法院的二把手 查唐一軍 配合中紀委的書記李希去做事 比習近平重要 所以零散有些東西在動 換言之 習近平看到有些東西 Something is wrong 那麼他有些東西想 改變一些東西 但是呢 有些人是頂住他的東西 做不到 不是說習近平pass the order 他執行代表他中心 低級紅高級黑 不知道個個心裡藏什麼鬼 所以習近平才說 不能做兩面人 清清白白做人 要做唯一徹底 無條件 不參雜質 沒有水分的忠誠 才是忠誠不絕對 否則就是絕對不忠誠 就是忠誠不絕對的話 就會絕對不忠誠 那麼這一點就是習近平現在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看回現在的情況 不管什麼幫什麼幫 習近平的危險程度 是比毛澤東在文革末期的危險程度高很多 歸根結底 就是他沒有辦法做到一個權力的平衡 只有不透明的信息 連他自己都不知道別人要念什麼 還有呢 他自己沒有毛澤東的威望 威信 他們所謂的威信 所謂的領袖崇拜 邪交崇拜 他沒有這件事 而沒有這件事的話 是非常影響到他獨裁者的 千秋萬世的事業 人家個個都是表面上 習豬頭好 習豬頭好 實際上個個後面都在笑你 說完後面都在笑你 那時候都不會這樣笑毛澤東 但今時今日真的會這樣笑習近平 所以我說 警密長矣放眼糧 勝似行庭信步 贈給你 不須放屁是汗天翻地覆 所以我看回共產黨的歷史 就知道 不容易 我就說看戲 我跟很多的朋友 前輩這幾天聊天 我都覺得 一點很重要 就是說 堅持正念 等待機會 不要死 準備好 等運動 光明真是會到你 真是未信望外 講到很多次 都是這些最最重要的元素 欠去 欠去 再欠去 努力 努力 再努力 希望留在香港的人 不要放棄希望 時內運轉 不知道哪個時候會來的 但是 我在 這個時刻 一定會陪著大家 到過這段最艱難 最黑暗的日子 因為我看到有些東西 我只是有種感覺 我不知道感覺 對不對 感覺就是 我從2016年做這麼久以來 我是很少有這種 稀微 不是很強烈 稀微的感覺 就好像 好像 Something is cracking 它還未 shake Something is cracking 即是在CCP裡面 有些人在裂解 它以為一人讀大 清理所有的東西 正在裂解 它以為這樣搞定 是正在裂解 正在裂解 裂解 用得慢 沒有得慢 是因為 它中樞的系統 缺乏了一種威信 而導致下面的地方 那個惠惠惠惠 他就要人家 每個互相談的事情 都要報給他聽 可能找個國安部長陳一生 但是 誰不呢 你是出動 黨政軍不同系統 報些什麼 不報些什麼 隱瞞些什麼 習近平知道嗎 你覺得整個系統 真的有效運作緊嗎 還是比你覺得是有效運作緊呢 所以說 去到最後 豬頭始終就是豬頭 地獄之門正為它而開 我們希望這一日早日 它會踏順地獄 永不操心 OK 我們下一日 我們下一節再說了